这位人去香港 说是挑战使用普通话 却遭到区别对待 嗜邪的待遇更加离谱 其实这种视频 他以为迎合了主流 其实 我也说不好 他要给谁挖磕了 我们看一下 但我就实地带你们看一下 到底会不会这样 早上先去酒店入住 我让我广东的朋友提前问好了 押金是500 但是我来用普通话 带入住的时候 他就收了我1500 对 一个晚上500 两天晚上一个睡1800 然后现在钱就 这个说法呢 这个也说不上是一种启示吧 是吧 押500押1000 这个香港有朋友 是有点脑子 是有点不够转弯 是吧 其实你住一天 押500 住两天就押1000 住三天呢 就押1500 他可能想的就是 这期间我不再送你的钱 最后给你结账 这个也对 是吧 他有的香港人特别认真 就是你内地人就想 你今天收了我500 明天不在我收我钱吗 所以说这个算不上是有什么问题 不够了 我要去找个换汇店 我要换港币 800港币 我们不收你钱了 写的汇率是0.86 嗯 这个是 极 极 我我我 我觉得好像极不可能的 是吧 但是他又说出了 我们不收你钱 这句话什么意思 不知道那个对话 是怎么给剪出来的 像换操这种事 是绝对的规规矩矩的 我觉得在香港 没不可能 我觉得百分之百不可能碰到 是吧 本来他写的比例是多少 最后弄一比一换 极少吧 咱也别说极不可能吧 是吧 比如说他可能 电影规定一千起换 你非换800 那可能就一比一 哇 这不可思议 刚才这一段 一比一给我换的 去老豪房买杯喝的 听到我的 这种冷漠待客的人是有的 而且越靠近深圳 越这样的现象 越可能存在 但是他到 接沙嘴 为什么感觉 不是很受歧视的呢 因为接沙嘴 离的深圳远了一点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了 你离的深圳越近 这种歧视就越严重 有意思吧 是个午饭 这里这里 要一个那个 日本华道饭 不要 不要 谢谢 真的很意外 我还以为会不会翻白眼 但是就很正常的态度 不过就我中途说 你在这里充电 那可能是有问题 因为香港有很多这个法律上面的问题 是吧 你不得到店家的允许 你用他的店 你可能在国内待习惯了 是吧 你不知道他很多的问题 都有法律风险 你乱充电 他有法律风险呢 因此店家可能很不高兴的 你不得到我允许 用这里的店 是吧 这个可能就跟常识有关系 在国内可能有插孔 充个店 店家不好说啥 店主不好说啥 他还换你充 但是你这个用店 你火灾 你店长人 你这巨大的法律风险 与你店家 允许不允许你这样用 是吧 这个考虑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关于用店的问题 朋友们到任何的一个地方去 用店都要得到 店的主人允许的 因为里面有法律的问题 你没店了 在我座位旁边 拆桌充了口店 老板给我把握起来 说这不让冲 吃完饭 跟朋友去香港 最大的连锁鞋店 footlocker 结果差点没把我气死 就你说出来 都会觉得 有点离谱的诚意 我朋友在那 试了三四双鞋 然后他相当情义 说我们让那个电脑 把那一双的两个马找出来 那个电脑跟他说 那你先把这些 你试的那些鞋摆回去 然后再给你拿 你要干嘛 我朋友就光光把这个鞋 全都给他摆回鞋架上 他试完了 并且拿着其中一双鞋 去买单 等他回来的时候 电脑说 让他把剩下的两双鞋 装回盒子里 摆好还给他 我就说大哥 我是服务 还是你是服务 我来这 我摆鞋 我要你戴啥了 然后他就变得特别好 这一段描述呢 就是他对香港人不是很了解 是吧 就是你不给别人带来麻烦 是个最基本做人的一个东西 可能在国内呢 这个消费者都是上帝 都是大小姐 可能这个问题就是确实 国内是个服务者就 对此心甘情愿的服务 到香港可能这个问题 你真的还是就是个问题 对吧 你在那里试完鞋 你要规矩 把试过的鞋 给你收拾好 还给人家 你试一堆鞋在那里 你要完了 你就走 他店员就觉得他受羞辱 完全没心情逛了 小家店吃个牛腩面 就回酒店了 这个店很老了 一个头发全白的爷爷 看我听不懂粤语 他特别认真地用港谱 跟我说普通话 看我想 就老爷爷离此认太远了 想吃辣 还专门去厨房 给我找个辣椒油 这种在那里 也习惯了 但是此时此刻在香港 然后我觉得 好 就这样一段视频 有个挺有名的名人吧 他说呢 完全否定他这些东西 都觉得都是假的 我觉得不是假的 其中就是换钱的那个里面 不知道他怎么猜出来的 那个里有点问题 我只能是怀疑他 换钱的时候 人家有起步 他非得要不起步 那人家就好像 有的那些个 尤其是靠近深圳那些个 那一对应该换就换了 这个是有可能的 其他的都正常啊 其他那些个 所谓的冲突都正常 那么下面的评论呢 都极度的这个负面的了 这都是骂街的花围经啊 就是说香港人不懂事了 我觉得这种视频 如果做的火了 越来越多了 它会带来一个 有意思的社会现象 其实这个 管顶猴的人们 他们不喜欢这种视频的 我觉得这种视频是被封杀 如果他们够聪明 如果他们也挺笨 他们就要这个东西 越来越多就好了 反正